大學畢業之後 剛好有親戚介紹說 郵局在真人 因為我舅舅也是在郵局上班 然後我媽覺得 郵局的工作是很穩定 所以他就叫我 就是進來郵局做做看 一做就是到 現在就已經十年了 對這個工作 原本就是不喜歡 因為覺得女生為什麼要 去外面就是刮風日曬 覺得女生應該就是要做辦公室啊 但是我覺得郵才應該 對每一條巷弄都很了解 因為我身為華蓮人不是台北人 所以很多路啊露營都不知道 但一開始我要騎摩托車去上班 這站這邊有一條路是 沒辦法騎摩托車的 然後就看奇怪為什麼 沒有半台摩托車 後來就被計程車司機按喇叭說 小姐這邊不能騎摩托車你知道嗎 你趕快走不然等下被警察抓了 後來就對台北的路越來越熟之後 就沒有再遇到這種狀況 因為有些路會很像 譬如有羅斯福路有三十項 其他的路也有三十項 所以你就要必須看得很清楚 就是一開始當然會投錯 可是被罵幾次就會比較知道 剛進來的時候 然後每天晚上都在哭 因為我就覺得 不是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又很辛苦很累 跟我媽說 我不要做了 我可以不要 就繼續送信 然後我覺得好累 然後我媽就說 不行 你一定要撐下去 因為現在外面工作也不好找啊 那時候我一這樣進來 然後師父就說 欸年輕女生 她覺得說我應該坐不住 然後那時候我師父還說 你各位不會明天就不來了吧 我就因為聽到師父講這句話 我就覺得 你們男生可以 我為什麼不行 然後我就撐下來 反正 沒有工作是輕鬆的 然後只要你 習慣了之後 就會比較好 師父都會跟我講說 你不要急就是慢慢來 他說 反正我們都會陪著你這樣 那時候就是 身邊都有同事幫忙 就是一直到 大概兩三個月之後 發現 而且我的速度也可以跟得上 其他同事了 有時候還 甚至比他們早下班 我就覺得很開心 我可以升任這份工作這樣 我覺得 男生女生都一樣 不知道你做什麼事情 就是要拼過那個 過渡期 過渡期過的話 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我自己再最重的是 大概六十幾公斤的行徑 有一次 我在外面跌倒 性太重 然後有壓到那個旁邊的石頭 還蠻嚴重的 因為就腳就有破皮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個很好的 阿姨吧 他就看到 他就趕快撐扶我 到他們家 然後還幫我 就是包紮傷口 這樣子 對 我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那時候 可能還不太熟悉吧 像有些路段 他是 沒有 斜坡的 可是我們就是 還是要送上去 因為我們在外面 就是想說 要節省時間 用很短的時間 把信送完 然後像下雨天的話 你必須要 保護信件 讓信件不要臨時 然後還有一些 掛號比較貴重的東西 然後你就要 收好 哈囉 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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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受臉了齁 對啊 沒該這樣 那我早餐來的 那如果我來 我就睡不著這樣 我之前有的區段是 送那個菜市場 然後菜市場的阿姨啊 婆婆媽媽 他們都會覺得很好奇 欸 怎麼郵差會有女生 看到我就會問啊 說 啊妹妹你是 新來的喔 之後比較熟 我就會開始問說 啊你結婚了沒 有沒有男朋友 啊我可以介紹兒子給你 這樣子 更熟之後 只要看到我就會 偷塞一個水果啊 飲料啊 什麼的 很甘心啊 就台灣處處的問情 如果遇到那種很熱情的住戶的話 我就會覺得 今天出去一點都不會累 很客氣啊 很好啊 很漂亮就不用講 會不會特別期待 蛤 會不會特別期待 會不會啊 這份工作就是可以認識很多人 然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這樣子 覺得還蠻開心的 女生當然就是喜歡 打扮得漂漂亮亮 然後 每天都在想自己 想要穿什麼這樣子 可是我們這份工作室是 恩 因為你沒有時間打扮 就是每天早上 我們六點多起來 然後就要準備出門 然後來上班 一直就是 很忙很忙很忙 所以我們也沒有時間好 化妝啊什麼的 可是還好是 因為我們早上班 然後所以我們早下班 三四點的時候我就有時間 穿上我喜歡的衣服 化完妝 然後去約會啊 去看電影啊 然後去購物啊 不會干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這樣子 十年前剛進來的時候 可能是 對 因為要一份穩定的工作 這樣子 可是現在會覺得 恩 我是郵菜我驕傲之類的 其實辛苦還是很辛苦 但是接觸這份工作之後 我覺得可以去外面接觸人群 然後認識不一樣的人 然後看風景 我先生也是郵局 我們是因為一次聚餐的時候認識 兩個都是郵局的 都是打桌球的 會有共同的話題 然後就越來越熟 然後就之後就在一起了 有時候 信太多 載不出去的時候 我也會麻煩他幫我載 就是變相的cover這樣 然後有些人就會問說 你們每天幾乎24小時都見面 不會覺得煩嗎 他覺得還好 沒什麼 然後我也覺得不會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一直做下去